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说重庆 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的朋友 他是刘安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刘博士好 是刘老师啊 大家都说 赖信德是报酬来着 因为他过去四年了 完完全全是被蔡英文给双规的 规定时间 规定地点 交代行动 交代行程 他几乎只能跑红白铁 而现在呢他忍不及的 在他才刚上位50天呢 就把蔡英文最热爱的大哥呢 给双开了 现在呢 这个郑文燦是已经被开除工作 韩集会董事长不见了 又被另类的开除党籍已经停权三年 而且说是只要一生有罪 立刻呢就要把他党籍是永久开除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已经是被双开了 这个从他被双规到他报仇 把对方的大哥给双开 您认为是不是太戏剧化一点 还是说他就是一个这么喜欢 报仇血恨的性格呢 刘老师 是的 这个 欧老师提出一个非常非常尖锐 尖锐非常一个好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这个赖信德 未来四年到底能够走 恐怕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刚才欧老师说这个赖信德在蔡英文时期 被四年双规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生动的一个描述 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过去那个四年 这个赖信德当过这个行政机构的这个领导人 也当过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副领导 那么在这样时候 但是但是实际上他是没有一点权力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后来甚至这个赖信德 他要把他自己的办公室搬出这个那个大楼 而且呢就要离的那个蔡英文远远的 那么现在按照这个这个时间的发展的脉络 这个时间的轨迹来看 这个赖信德现在进行报复战 那这个是肯定是毫无疑忆的 他对这个郑文远这个动作 而且是公开对媒体说不能够这个 这个说是不忘不动 特别强大的其实是不动 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郑文远要弄死 那么这样这样的一个狠的一个招数呢 就我觉得像这个郭老师说 那这个反映了这个赖信德 这种这个心狠手辣的这种性格 恐怕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看法 那么另外如果是看完看呢 现在是否赖信德也是要准备转移一下 视线呢可能这也是他的一个做法 无论如何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民进党内部的 这个派系斗争是呈现一个白热化的状况 那么到底赖信德这样做 市面出击去打击 甚至是连自己的民进党人也下狠手 像这样的情况到底是对他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呢 我们相信很快的民意的调查机构会出来的 前不久在他一个月的时候 已经说他掉了10个百分点 那么未来他是补回这个10个百分点呢 还是说再掉10个百分点呢 恐怕就说明了台湾老百姓对这个事情的观感 那么我们也听说赖信德甚至手上 还有一个死亡的名单 甚至他民进党内部甚至说 这个台湾的邱毅等等还说 甚至柯建敏都是在名单之内等等等等 这些非常恐怖的这种气氛 好像是已经散布了出来 但是未来到底应该是什么发展 我们真是要密切关注 是那看起来赖信德就是准备复仇血恨 而且是等不及 才刚上位50天就立刻干了这么大的事情 通常他要干掉他亲密战友 就算是与他有竞争的人 也不会选在刚上台的时候就干 但是赖信德一反常态 这可以说从蒋介石 一直到蒋金博到李登辉 甚至到陈德扁 马英九还有蔡英文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而赖信德他完全不管大家什么想法 50天才上台他已经干掉了好多人了 从柯文哲到柯文哲的金主吴东敬 他是一个一个的都把他给干掉 而且是大喇喇的 那么现在大家都要想 那整个蔡系人马还多着 包含当年2019年 帮蔡英文做了假民调 因为本来前期次的调查都是赖信德赖 第八次忽然在关键的时候赖信德忽然输了 这些作手比如说叫洪耀福的 或者是叫洪耀男的 或者是当时候当蔡英文找牙 什么林赫明等等这些人 来自于他的重要的这个基要 什么刘建西这些 或者现在蔡英文硬塞给他的 什么张敦涵 或者是放在他楼下办公的 不管是这个林飞凡 又或者是这个蔡明燕 再不然就是高光的这个顾立雄等等 这些人会不会都是非常爱着赖信德的眼 他会不会接着一个一个收掉 尤其是帮蔡英文管账房的 嘉义王的陈明文 他会率先 他既然说要打黑要树摊 他会不会率先的先把陈明文给干掉 然后接下来按照我刚才所说的 这些知名的名单他一个一个收拾掉 老师 是的 那么像欧老师给我们 其实是说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 赖信德如果真是这样做的话 恐怕他如果说从他维护他的政权 掌握他的提高他的这个权威性 恐怕有种也的的确确有点震慑的作用 那么他这样的杀戒一开的话 恐怕很多人也是老老实实 因为毕竟这些人恐怕都有把病被赖信德抓住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恐怕一个民进党内部 很多人会迅速倒下赖信 那么其他的派系呢 恐怕也是更加的这个土崩瓦奖 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赖信德的巩固 可能是他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就在香港觉得真是有点奇怪 一开始赖信德说要成立 健康气候什么全民的三大委员会 紧跟着又三大任务要打炸 舒坦反黑这些明明这些事情 他恐怕的不但是对在野的力量 而且是对他这个党内的同志 所以这样的这样的做法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赖信德真是有点有点心狠手辣 出手不凡 是看起来赖信德确实有可能按照 我刚才前面所罗列的名单 他看什么时候的一个抓一个 尤其是拿着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名号当名间的这个陈明文 过去已经好几次是给赖信德海场看了 也就是说给他的颜色看了 现在赖信德正好是怀疑颜色的时候 而且看起来赖信德还有一个毛病 那就是以笔之道还自笔身 或者是你给我50号的这个鞋穿 我就给你100号的鞋让你穿个够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赖信德后头 还要对谁来开刀 对谁来报复他当年的那口怨气 怎么样他才能解气 可能要到解气那天 他才会停止他所有的报复法 感谢刘老师进来点评 谢谢刘老师 谢谢欧老师